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DC就是卫福部疾管署的缩写 而且中央的人力早就在高雄扎扎实实支援了一个月 在过去一个月之内已经支援了651人次 那在假日的时候事实上也都在支援 端午三天的延假事实上我们实验室也一直都没有停止 检查资深员这张照片6月4号拍摄 还有这张几乎趴着确诊水沟里的状况 这是6月中公布的 再从住家内到屋顶上 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这些照片在卫福部疾管署的网页上 从5月底就开始陆续发布 中央给的人力协助高雄资讯员检查 疫情分析和并媒文监测 这三大区块一个月来已经投入651人 像这样在高雄市府委外厂商消毒后 接下来就会有卫福部人员在座复查 就连韩国瑜大动作要的5000万经费 6月24号中央核定了 照理说市府隔天就能送纳入预算公文 却没送 拖了一个礼拜 到了7月1号上午才说 预计会送 中央对高雄的支援 高雄市府没绷紧神经运用 韩国瑜一句 中央对高雄疫情不出钱不出力 对于疾管署出动的650亿人的努力 全都漠视了 三弟兄黄启超来一箱 高雄报导 谢谢 感谢观看